为了预防宠物遭到弃养及宠物健康 避免过多流浪动物造成社会问题 104年起 动保法增定未绝育法则 不过汪志斌议员发现 这9年来台北市登记的16万只犬猫当中 未绝育的数量高达5.7万只 虽然动保处每年都会编列预算提供四组替宠物绝育 不过效果显然相当不张 这里面很可能牵扯到 我市主我可能想要去做决议 帮我的宠物做决议 但是因为台北市政府 你们这边开放出来的登记的额数有限 所以没有办法 也因此就放弃了 根据动保处的资料显示 自从增定法则之后 台北市9年来只开罚了84件 平均每年9件 虽然每年会以简讯通知市主 要替宠物进行决议 然而似乎没有达到效果 动保处坦言 无法掌握到四组最新的各自状况 宠物登记就是我们狗刚进到这个家庭的时候 也许是两三个月小朋友的时候 他通常是没有绝育的 那等到他长大了半年一年后 也许四组就带去绝育 那差就差在说 他做完绝育之后 没有去更新的内容 这部分我们可能会跟四组 或是动物院端去做宣传 议员认为 饲养犬貌是一辈子的责任 开发是不得已的手段 因此希望动保处 因研议增加决育补助额之外 对此动保处允诺 将也拟出其他方式 提醒四组帮宠物决育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道